没有想到白萝卜搭配上橘子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和问题 可惜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并不多 今天呢就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一个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处理好的白萝卜 我们呢给它切成片 老话说的好呢 秋吃萝卜 冬吃姜 有病不老 医生开药方 说明咱们这个萝卜 也要秋天多吃一点 对身体非常有益 这时呢白萝卜价格也超级的便宜 我们这里呢也就两三毛一斤 你们那里多少钱一斤呢 欢迎打到屏隆机 萝卜我们放到一旁 但是备用 我们清洗干净的橘子 也给它简单切几下 秋天这个季节呢 橘子也是大量上市 超级的便宜 秋天呢很多人呢 都因为季节交替都会 咳咳 所以呢咱们要多吃一些橘子 不管是生吃还是泡水 还是煮着 要多吃一点 把切好的橘子呢 我们给它放入到一个碗中 再把切好的白萝卜片 也放入到碗中 一粒的枸杞 家里边没有可以不用加 然后我们加入清水 我把它放到蒸笼里面 再盖上一个盘子 盖上锅盖 把它们在锅里边蒸20分钟 打开锅盖 盘子我们取出来 把它也取出来 放到不吞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我们每天来一碗 连续喝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有神气的变化 您别看这个食材啊 方法超级简单 其实里边饱含了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智慧与结晶 它的作用一点也不简单 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说一天一夜 都说不完 老祖宗留下来的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谢谢您看到这里 已经学会了 赶紧收藏起来吧 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